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当你看到了 你是加入这个什么股市旗海纵横的 或者是说有人冒用我的头像 有人利用我的名字来 让你做一个错误的决定的话 我相信你要来找我 那我也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假扮的洪老师在这 我都把我的LINE给你了 好不好 我都把我的LINE给你了 你少两下这个QR Code 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洪老师 你就知道说我在哪里了 甚至你不会少QR Code 我把我的LINEID都公布了 WIN580888 所以正版的是这个 正版的在这边 然后这个叫做盗版的 这个叫做山寨版的 所以你有加入这个山寨版的 或者是说他有利用你做一些坏事情的话 赶快趁着广告时间把电话拨通 让我知道你把你的问题点 赶快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们看要怎么来去做一个处理 做一个解决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我都一直强调了 洪老师就是在运达投顾 我们是一个老牌又很正派的公司 那我不会去做一些 那种勾三碾四的事情 那种坏的事情我不做 而且我非常有正义感 所以我也要让你知道 老师给你的LINE就在这边 就在下方的QR Code里面 你只要少两下你就可以加进来 所以你不要去相信 其他这种网路上面用的那些 用我的名字来做诈骗的事情 拜托如果你看到这个 你一定要跟我讲 第一个我要把这些假账号给它封锁掉 那我也不希望说 你因为相信我 结果被人家所诈骗 这个我在心里上面 我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好 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行情 加全股价指数的部分 今天受到中国限电影响 跌了143点 对不对 OK 中国限电的问题 其实我讲实在的 它不是什么很大的灾难 就跟中国之前那时候爆发出恒大的议题一样 恒大爆出这个破产危机 当时我跟投资朋友们怎么说的 我说回来你要买股票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对不对 有很多很好的公司 它跟中国大陆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它有台积电的保护底下 未来还会持续的成长 那这些公司 强势股回挡站在买方 是很好布局的 是很好买的机会 所以我说 跌下来我完全不担心 我在想的是有什么好股票被错杀 我要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你就看到说 像3305的车帽 你知道今天有因为大盘跌下来有怎么样吗 也没有啊 非常的稳定啊 甚至呢 我昨天跟投资朋友们聊的2436尾全店 今天也是红的啊 今天也是红的啊 所以我看的公司 我要找的公司 是具备一个大波段的空间 它有具备一个很好的成长性的空间 那这种成长性的空间啊 我去买它 我就不用去在意短线上的波动 甚至说有些个股 趁着利空回来 买啊 强势股拉回 趁在买方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所以你要看一个老师他的强弱有没有 不是看行情大涨的时候 你要看他说 当行情跌下来的时候 当行情在大跌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第一个他有没有办法保护他的会员 第二个呢 他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利空当中闪得过嘛 所以呢 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利空当中能够保持一个平稳 甚至说还是维持一个稳定的获利呢 是因为我们都走在趋势之前嘛 很多的股票很多的产业我都讲在人家前面 等我讲完了 等我们都出完了 人家才跟在我屁股后面 不管你怎么做都输嘛 不管你怎么做都会赔钱 这就是问题点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当全市场都在疯狂在讲什么 讲钢铁讲航运 我说航海王钢铁人啊 那是我去年开始在做的股票耶 尤其是钢铁的部分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钢铁股它已经 资金已经开始在做撤离了 它已经开始在移开了 那这些撤出来的资金 它找其他的方向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啊 那低档的时候你没有买 等到大涨上来了 今天准备要转折 空方趋势准备要出来的时候 才跟着这些所谓市场上的专家 来去做一个切入 那当然啊 再多的钱也不够你输嘛 可是你要怎么 你要怎么赢 有人做钢铁赢钱啊 像我当时在做钢铁 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嘛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说 我不是不会做钢铁 我是不想做 OK 我是不想做嘛 因为它现在的 它现在就不是主流 整个趋势都已经出现改变 然后你才想要去做一个承接 不怪啊 难怪你每次都接在那个刀子 每次都接到那个落下来的刀子 可是真正好的买点 其实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比如像说威智的部分喔 我讲过很多遍了嘛 当时钢铁股在涨之前 你又没有办法先走在趋势的前面 看到量占比的变化 这个一根一根的大量长红 你就知道这个叫做实买盘 真的资金再买 它就会涨这个样子 真的有量嘛 有量 有量很重要喔 价钱可以做 可是量一定要用钱买 所以你今天呢 这个主力大户 他今天买了一张 他就会有一张的成交量 买了两张 他就两张的成交量 买了一千张 他就一千张的成交量嘛 所以价钱可以做 量骗不了人啊 他不可能说我今天 我今天买一张 然后不交割 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量是最真实的喔 在技术分析里面 量比价先行的道理 所以量价的关系 是高手在用的 技术分析理论 所以呢 当我看到说 这个大量开始去做布局的动作 量占比一千来到七百五 既不可思 强势股回挡站在买房 那时候在什么时候 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布局了 买点十七点七五 十一点七五元嘛 十一点八元买进 十一点七五元成交啊 买完之后 开始亮灯涨停版第一根 有没有 开始亮灯涨停版第二根 有没有 十一月十六号连续亮灯啊 然后呢 在十七号的时候 再来亮灯涨停 在十八号的时候 再来亮灯涨停 然后呢 再来十九号的时候 连续五根亮灯涨停啊 你站五天的时间去六十八 涨了六成 五天的时间涨六十八哦 那你想啊 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买点 在这个位置点上面 对不对 我当时为什么买它 前一天这一根大量啊 大量藏宏预告这支股票 开始有人在投卷 量占比从一千来到七百五十 所以呢 当我的大量资金在买 他买的第一笔 就会买第二笔 就会买第三笔 一直往上拱上去 就创新高了 这就是我的操作嘛 我没有带你几个股票 我在买股票的时候 都买在趋势的前面 我说我不用追股票 我一样可以赚得到钱 这个就是一个老师厉害的地方 一个老师他能够在底部布局 还能够赚钱 这才叫真正的高手啊 不是每天叫你去追涨停牌 那有什么 那第二波呢 在他量缩回档的时候 我说均线向上还会上 量缩回档 未来会继续涨 这是第二段的操作嘛 所以呢 后来他涨到了21块钱 涨到21块钱 到12月18号的时候 第八根亮灯涨停 到12月21号的时候 第九根亮灯涨停 到1月4号的时候 到今年1月4号已经10根了 那去一倍啊 你11.8元买的涨到26.8元 有没有涨一倍 有啊超过一倍啦 后来在29.4元 我们全速获利了解嘛 那我也告诉你说 我不是买最低 我也没有卖在最高 因为后面涨到了六十几块啊 但又怎么样 我要的是赚钱嘛 赚钱才是我的目的啊 那我能够低买 后面呢 能够高卖 我一波掌握下来 我赚一倍 我也开心 不到一年的时间赚一倍 我就很好啦 就很开心啦 这就是我的操作原则 从低档开始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可是你的老师呢 他没有走在趋势之前 他跟在我屁股后面 所以呢 你就看到说他怎么买 大涨的时候 才去做一个追价的动作嘛 可是呢 大涨上来 他还不懂技术分析 看到指标背离还不会跑 那你在指标背离 你不跑的情况下 阻力出往后 蹦下来 我讲实在的 你在这段时间 行情都创新高了 他有创新高吗 上不去了嘛 不再去啊 因为包括 连我们都获利了结了 那更不用讲说 主力他们 也在高档做完出货啦 那你说 他已经出完货了 他还会想再买回来吗 上面套牢这么多的冤魂 他必须要超度耶 他又不是笨蛋 对不对 他也不是傻瓜 那所以呢 像这种股票 他居然已经转落了 他居然已经趋势向下了 那当然我们要避开啊 那不是说 不是说没有股票会复制他的模式 而是说 不是由他再来引领大盘上去嘛 新的股票一定会再出来 类似当时威智的这种模式的格局的股票 他一定会再出来 所以我说没关系 大盘跌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可是前提在于说 你有没有看到机会 如果你现在还在买所谓的钢铁 还在买所谓的航运 那拍谁 未来指数大涨 或者是行情大涨 第二波资金来的时候 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因为整个格局跟趋势不太相同了嘛 所以我看到的机会点在这个地方啊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走势 就是跟当时的什么很像 跟威智超级像的啊 一根大量长虹突破上来之后 有沒有 强势股回挡 你要干嘛 站在买房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因为他做的是先进的封装设备啊 量占比从1500跳到360耶 以前都默默无闻耶 但是呢 为什么有这么大量的资金占买 这么多的钱在这里进场做布局的动作 那未来呢 量大高点不是最高点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所以我都ready好了 我都ready好了 下一波的资金行情在启动的时候 它会跟第一波完全不一样 可是呢 前提在于说 你在这种利空当中 你有沒有那个信心 你有沒有那个决心 跟上脚步来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27810909 只要拨通 就让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 不再妄独欺叛 特別开放专线 让您 立刻享受 發很久 财富的勇报 10909 车祸现场拍照 露营五原则 车祸发生五人受伤 或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 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 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 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震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 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 就对了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 陪大家一起看盘 我再重申一次 就是说 有人冒用我的姓名跟头像 在这个网路上面 做这个拉群组的动作 那我必须要强调 这个不是我 这个不是我 那正牌的洪老师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LINE里面 你可以少两下这个QR Code 或者是搜寻WIN580888 加入洪老师的LINE 那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 在11点到11点半里面 就这个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够跟大家做一个聊天 那也因为时间太短 所以我都会在下午的时候 加入一场五盘的解析 那在这个五盘解析当中 我会把很多我看到的一个机会 比如像说 哪一些产业的未来 它是比较乐观的 甚至有一些企业 它做了什么样的策略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商机 这个我都会在盘后的解析当中 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你一定要少这个QR Code 你一定要加入洪老师的LINE 你才有办法看得到这些影片 那你看到这些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了解到说 你就会更清楚了解的说 老师原来带会员操作 其实是非常注意风险 而且呢 他会非常注意产业的发展 再搭配技术面 他会找到未来的一个商机 所以我通常都走在趋势的前面 我在讲任何的事情 我都讲在头上 我不是那种马后抛的老师 今天讲什么涨停板 什么涨停板 就告诉你什么 没有这样 我在讲很多标的的时候 其实他都是没有涨的 甚至呢 他那个股价啊 也没有人觉得他会涨 这个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对不对 那我在做股票的时候 我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我不喜欢去追 我喜欢买在他准备起涨的时候 不是追在他高档的时候 比如像说 现在大家都会关心这个东西 大陆限电 台光电昆山厂停产 有没有 业界预估将调他厂来去做资源 结果呢 大家开始联想嘛 哇 大陆限电 PCB的族群 CCL族群全部都挂掉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说 最近CCL股价跌下来了 那当然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就抓着我打啊 告诉他 告诉人家说 因为有一个老师推荐CCL 所以呢 他赔钱 那我也听了 我也觉得很好笑啦 因为我当时做CCL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CCL的机会是在9月16号 当时9月16号的位置 那我们回过头去看 我们用简单来讲 2383的台光电 今天怎样 这两天跌下来嘛 因为什么 限电的关系跌下来 可是呢 我没有叫你去追在高点 9月16号的位置 点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 你只要在这个位置下去买的话 其实到目前为止 你顶多是回到成本区间而已啊 那你不要去做追价嘛 我说怪力过大 他会做收敛 所以你回撤回来 再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啊 那现在顶多回到我的成本 对我而言 我也没有出现大损失啊 然后6213也是一样啊 你说啊 他现在就是涨多 开始在做回撤月线的支撑啊 他有什么改变吗 没有啊 就利空彻底啊 利空彻底的一个格局而已啊 6274的台要也是一样啊 你在这个位置点上面你去看 喂 现在还在我们的成本之上啊 那我也不是三档股票都买 其实我只有买其中一档而已嘛 那你就想想看啊 我是买哪一支啊 所以我在讲 产业的趋势它是不会改变的 中国限电的危机 我相信我们的台厂 它可以处理得非常妥当 它可以处理得非常妥当 所以当这些利空出来的时候 我们反而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哦 它的营收会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不会呢 它的5G的需求会不会改变 那它的电动车的需求会不会改变 如果这些都不会变的情况下 我公司就是这么赚钱 那我股价回来 对我而言是好事情耶 因为我可以买得更便宜啊 我可以买 买得更便宜 未来怎样 赚钱的空间就更大 可是大部分的投资人 你们看到这种东西 你都不敢买 看到这种利空觉得 啊完蛋了啦 这些股票死定了 你就慢慢看啊 我不希望说你后面又再后悔 当初我怎么没有听洪老师的 这种利空底下在卖股票 最后呢 都卖在一个错误的地方 卖在那个阿呆股的位置 所以我在操作的时候 我的风险控管得很好 所以基本上呢 你遇到行情震荡 比如像说之前疫情的利空 或什么样的利空 我不管很大的利空也是一样啊 对我来讲 那个利空就是一个加码的位置 并不是一个要去卖股票的位置 因为第二波的资金行情 还会再继续启动 可是相反的有一些个股 你觉得很好的 我反而觉得不一样 因为利空它不是现在会出来 而是半年之后它才会出来 对不对 包括当时我在跟大家讲的航运股啊 今天航运类股 中错2.62个percent 指数跌了0.85% 它跌的比指数还要多耶 那你说它是不是主跌的股票 当然啊 它是主要贡献跌幅的标的啊 所以你就看2603的长龙 哇今天跌了3.8个percent 然后呢2609的阳明今天也是跌了3.3个percent左右啊 这2615的万海也是一样跌了2.88%啊 这个都快要创新低了耶 之前的低点在哪里 在这里耶 快要到了耶 那你现在看到啦 真的啊 我在当时200多块钱的时候 我就提醒过你 很多的个股 它的问题不是现在发生 而是半年之后你才会看到 所以呢 你就看到今天的新闻出来了 上海美西线海运价格大跳水有没有 跳下来了啦 三天的时间跌了 跌掉三个月的涨幅耶 三天的时间就跌掉三个月的涨幅啊 那你说这些航运类股 我说未来它的EPS要恢复一个正常的状态 不是像现在这种异常状态的时候 那我孕驾已经开始做反应了啊 那我孕驾只要回到我之前的水准 你不要 你不要忘记哦 他们过去十年来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亏损的 都是亏损的 所以我才会讲 为什么你需要技术分析 当时你有听我的 两百块钱卖掉长龙 两百块钱卖掉杨明 就算你不是卖在两百块钱 你卖在一百七一百八啊 其实都是多赚的哦 都是多赚的哦 所以我说 你要怎么走在趋势的前面很重要 未来的机会点很多啊 可是重点在于说 你不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 你要走在趋势的前面 当有一些个股在涨的时候啊 他都没有消息没有新闻 可是有好消息的股票 航运类股为什么涨不动 人家在出货你当然涨不动啊 资金的流向很明显 人家就是在卖股票啊 可是呢 人家在买的呢 他偷偷的在买 他不会放消息出来 所以呢 我就告诉大家说 现在真正的机会点其实在这里啊 像习的价格在涨 像细的价格在涨 那你想想看嘛 习它是高阶封色原料 细呢 它是高阶半导体的原料 细晶圆都会用到 那这两块的原物料在涨 半导体的需求是越来越旺啊 那反观在有一些 像钢铁类股为什么会跌 因为铁矿沙在跌嘛 那习的价格在涨 细的价格在涨 半导体原物料 未来当然是持续的往上去做成长啊 所以呢 从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 其实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很好的机会了 我说龙头就在我们台湾 台积电就是最大的一个龙头 对不对 所以当你找到了这个龙头的时候 你再把它切割出来 包括了未来台积电 它要做一个先进封装制程 从原本的上游晶圆制造 开始往下游的晶圆封装下去做移动嘛 那而且它又要打造智慧工厂 采用全自动化的设备 那这个商机就很大了 这个机会点就很多了 所以你从这个机会点下去做出发 所以当时在买生帽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啊 这种高标你看 它真的没啥 真的没有什么 可是呢 你从成交量的角度 你就看到机会了 大量出来 在底部爆出大量 量占比从700来到350 那主力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 在这个位置点上面下去做切入 一定有它的原因嘛 所以你就看到说 后面它一路的大涨涨到哪里 涨到56块钱啊 那你在底部 低挡下去做布局的 你到56块钱的时候 你自然就坐在轿上 你自然有获利的空间 可是重点是喔 我说这个才只是出生段而已喔 未来如果还有主生段 还有末生段的行情 租生段拉的多长 主生段都会比它多啦 那你送股票呢 你现在不做布局的动作 然后你要等你的航运解套 等你的钢铁解套 你才要再来买嘛 那我相信到时候的价钱 绝对不会是这个位置的啦 绝对不会是这个位置的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在行情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 你更要找到一个 懂得去操作的老师 不要去相信 这些诈骗集团的言论喔 所以呢 找到正牌的洪老师在家 加入洪老师的like 少两下QR Code 或者是搜寻WIN580888 加入洪老师的like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玉树大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搓ily 都完全对不起 保证相宁 剧兰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